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用 我是主持人徐貴榮 今天禮拜天非常的熱鬧 怎麼個熱鬧反而呢 因為政壇今天有了一個全代會是民進黨先開始的 下個禮拜會有國民黨的 但是在今天看到這個全代會 賴清德接受了蔡英文授旗 正式扛起了民進黨的重責大任 要繼續執政 不過另外號稱要爭取公平正義的這些集會遊行 而且他說也要司法正義 這登場了 所謂的公平正義裡面 包括居住正義 司法正義 居住正義不見了 而這個登場也被校尾說 那就是一個政黨的整個的尬場 除了民進黨沒有在內以外 因為民進黨自己有全代會 不必跟他們尬場 在這個時候看到侯友宜 郭台銘 還有柯文哲 出席了 不過這個場到底是誰的呢 是柯文哲的吧 因為似乎充滿了熔熔挺科的味道 這個鄭志偉 鄭志偉 鄭志偉 我講了三次 難道侯友宜 還有郭台銘 他看不懂嗎 所以侯友宜上台講話 哎呀 被搗戰了 然後另外郭好像也有被搗戰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在問 那郭台銘沒聽到一半 哎 離開了 也沒講到一半 離開了 所以這個時候 柯文哲上台了 柯文哲一上台 哇 這壓軸好氣 全部都在高呼 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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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大聲了 所以我說三次 不過到底這一場是多少人 這不就是柯P的主場嗎 那為什麼侯友宜跟阿明阿 跑去要跟人家尬場 反而似乎輸了準頭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所以公平正義的訴求 在這一場真的激起人民的反應嗎 激起人民共鳴嗎 看看這些參與遊行的主角 大家看看主角 先前說的有一些主角 後來被揭發 說什麼 他家有好幾十筆的機靈地 他還好意思 像年輕人講說 他們要公平正義嗎 什麼叫做公平正義 真正的公平正義是什麼 選情會因為這一場產生怎麼樣的變化呢 還是根本就是平淡的過去了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的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 是我們的專長作家 吳康義 康義昌 勇哥好 大家好 來 我們的民進黨發言人 先拍文 拍文 勇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資深媒體人 女優惠 小芳 勇哥好 大家晚安 來 我們的曾世杰教授 范世平 勇哥好 大家好 再來 我們的國民黨發言人 蕭敬妍 敬妍 勇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資深媒體人 王士七 師七 大家好 我們看一下 民進黨今天的全代位似乎蠻熱鬧的 我是沒有去參加 不過有人看到我在現場 我告訴大家 其實那個是半年前 有一場餐位就在那裡 我是硬要去參加那個餐位 那個餐位跟民進黨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有人說 勇哥 我看到你去現場欸 我說我不是全代啊 我沒有去參加 有啊 你在原山大飯店被我看到了 拍謝 我先解釋一下 剛剛要來民視的時候 有人打電話 還有來問我 有記者問我 所以我要先澄清一下 今天我並沒有去 好 不管我有沒有去 這個全代位似乎蠻熱鬧的 看看相關報導 民進黨全代會黨旗進場 輔宴黨三巨頭同臺 這是賴清德競選總統以來 首度和蔡總統同臺奏勢 蔡總統還特別穿上 賴清德的競選棒球外套 蔡總統把臺灣隊的棋子交到賴清德手上 傳承接棒一味農 明年1月13號 臺灣人民要再一次做出選擇 跟八年前一樣 我依然相信民主 相信人民 相信臺灣 我也相信賴清德 我們也克服了許多困難 也累積了許許多多的成果 我們沒有辜負人民的托付 各位黨內的同志 我們是不是用最熱的掌聲 來感謝蔡英文總統 蔡廷賴 賴遵蔡 蔡總統還不避諱 主動提起四年前 兩人總統初選的競爭 我還記得初選結束後 我說 在未來的團隊中 清德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四年來 來清德協助蔡英文 關關難過 現在賴清德準備好 將國家帶向下一個階段的 昌盛繁榮 蔡賴矛盾彷彿過眼雲煙 蔡總統要上臺時 還特別把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一起拉上臺 行政院長陳建仁致辭 也細數民進黨青年執政政績 全黨團結一致 要助賴清德順利接下執政的棒子 似乎也讓賴清德活有感觸 只要我們團結一次堅持理想價值和精神 即便遭遇到更多的困難 只要我們團結 我們一定可以克服總統的困難 賴清德感性喊話 民進黨全代會展現團結隊形 面對2024的挑戰 前代會大家看一下 小英授起給賴清德 希望執政能夠傳承 這顯然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大戰賴清德是最合適的總統候選人 陳建仁說最能阻擋專制的威脅 看到這一幕 所以強調居住正義教育的平權 蔡總統說 賴清德接棒穩健前進 接受蔡總統授旗交棒 賴清德說 已經熱好身要扛執政的責任 賴清德說 推0到6歲國家養的2.0 長照3.0 堅定打擊黑金槍毒炸 所以從這裡來講 民進黨他的整個的政策主軸 全部都出來了 這個政策主軸的出來 產生怎麼樣的 共鳴會不會因此而產生的時期 怎麼來看呢 我覺得民進黨今天的全代會 這才應該叫做全代會 就是說整個隊形擺好 告訴所有人民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隊伍 然後包括了所有的候選人 從總統的 然後到立委的 就是說這是一個陣型 然後有傳承一棒接一棒 這樣子的味道 賴清德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鏡頭就有拍到 蔡英文在台下的表情 那個表情 我很滿意的那個表情 因為蔡英文滿意的時候 會瞇著嘴是不是 對 他就會憋著那個嘴 然後微笑的這樣子 就是說看得出來 就是一棒接著一棒傳承 然後呢展示說這些年來 民進黨的執政做出了哪一些的成績 經濟面的是怎樣 教育面的是怎樣 社福面的是怎樣 所以接下來站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由賴清德接棒再往上 好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這是一個有自信的團隊全代會 那因為下個禮拜就是國民黨全代會 那因為下個禮拜的國民黨全代會 之前大家也都有很多的討論 那就是說國民黨下個禮拜 只開早上三個小時 所以大家就當初有在討論就是說 因為全代會就是要向全民告訴大家說 這就是我的隊伍我們已經準備好 要往前衝要開始打仗 那所以相比起來我會覺得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讓國民黨趕緊的整隊 要不然說帶頭的這個母雞 有一些瘦弱的狀況底下 這個禮拜的民進黨 可以讓國民黨做一個參考 說這隻母雞是怎樣的表現 然後豐滿的羽毛 然後如何帶領著這些小雞們 要開始這個往前站在原有的基礎上面 持續的再長高 我覺得那個看起來是一個 蠻有氣勢的感覺啦 所以民進黨的傳承一棒接一棒 而且蔡英文坦白說 當初創造出一個800多萬票 這樣子的歷史的成績 而他把這樣子的棒子交給賴清德 他也說他信賴賴清德 就是希望能夠讓賴清德完全承接 蔡英文所有打仗的基礎 再持續長高 所以我覺得那個味道是蠻濃厚的 我看到現場 有時候我講實在話 這個選立委當候選人 你的位置運氣好的話 對 鏡頭是不錯的 因為每個人都要搶在 這個總統候選人後面那個位置 然後鏡頭一照總統候選人 剛好那個立委候選人就剛好在後面 哇 那一種興奮感 因為我選過立委我知道 剛好你要是位置排在那裡的時候 那種興奮感是不得已 不是不得已是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今天看到有個人相當不得了 站在那邊好興奮 那個人叫做佩芬 佩芬 我就一看就看到你站在總統後面 對 我剛好就站在 你運氣怎麼那麼好 我覺得可能也是天宇吧 因為我是這一次最後一波的被提名的這個立委候選人 就是這個禮拜三才剛被提名這個中山跟北中山區的立委候選人 你知道我今天碰到立委候選人跟我講說 好嫉妒好羨慕 為什麼後面剛好就是謝沛芬 可能我比較可愛 對啊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幸運 因為剛好是在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主席的中間 那也是剛好非常的就是恰巧 因為我剛好也都當過他們兩個的發言人 對嗎 對 因為我是民進黨目前就任職最久的發言人 之前是蔡英文主席現在是賴清德主席 剛好我就是他們兩位的發言人 因為我覺得也是天意 也是剛好也是運氣啦 就是很開心就是能夠參與今天的盛會 對啊就是也在這裡拜託大家 那你的心情怎麼樣 我覺得我的心情是很興奮的 因為我看到全場大家是非常團結一致的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還有我們的立法院長 我們的行政院長歷任的 然後呢我們的各縣市的這個縣市首長 然後還有各部會的首長 然後其實還有更特別的是雖然這是民進黨的全代會 但是其實我看到非常多社會力的朋友 包括說我們青年的朋友 包括說我們婦女的朋友 包括客家界的 因為我平常就是跟他們大家都有來往 所以他們雖然說這是黨內自己的活動 可是他們都來參加 而且新住民也是 他在穿著自己國家的國服啊等等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身為這個Tim台灣 台灣隊的議員 他是很驕傲的 那我覺得賴清德副總統他在致辭的時候 因為我就剛好站在他的正後方 我聽到我也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他整個致辭呢 他是講述了一個作為總統該有的高度 他說什麼呢 因為大家也知道剛才講到說716 今天有另外一場遊行嘛 但他有講到說他不以人費言 而且呢 不管說這個人數的多寡 他都會傾聽 然後呢他各方的意見他用心傾聽 那對比說柯文哲啊 就是人家只要跟他意見不一樣 就罵人家是狗 叫人家狗帶回去好好管好 或說人家放狗咬人 或者是人家跟他意見不一樣 就變得太奸 就算是他自己黨內的人也會被他罵 或者是呢對比說侯友宜啊 就是要恢復特徵組 這個威權復辟 還是說郭台銘現在還只是候選人 甚至連候選人都還不是的時候 他就要限制媒體的發言 限制受訪 我覺得賴清德副總統 未來的總統 他這樣展現出來的高度 其實這個高下立判啊 然後還有呢 就是他自己講到說 這個蔡英文總統過去這7年來 已經代理台灣 已經在國際上打出非常好的成績 然後他自己會在牛棚 他現在已經牛棚熱身了 那你準備上場 我覺得這整個氣勢 從總統然後授旗給副總統 然後我們所有的立委候選人 站在後面大家團結一致 所以看得出來說 對於明年的這一場選舉呢 大家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一戰 準備為了台灣 挺台灣 那讓台灣呢 成為這個民主事件的MVP啊 所以看到今天民進黨的全代會 我們就等著下個禮拜 來對照一下國民黨的全代會 看看到底有沒有人換喉啦 什麼又出來了 那種團結度到哪裡 那也就是國民黨的氣勢會到哪裡 其實這個全代會就是一個政黨的氣勢啦 這是很重要的 不過在這裡同時 今天有一個大遊行 這個大遊行講的說是公平正義 最後變成了政黨的尬場 這個政黨的尬場也就是 其實應該是民眾黨的主場吧 那國民黨還有阿明阿 他跑去幹什麼呢 我們看看相關報導 參加716公平正義救台灣民眾 在胡宇宜後舟下不吝嗇大聲歡呼 但這掌聲不是給他的 看到民進黨完全這7人沒有作為 整座海了之後 整座瓦彎來做 給民進黨落台 和胡宇宜來好好做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下來了下來了 那房東先試一下 你才一百多戶啊 胡宇宜搶當菲律共主 台下不買單 比道站 怒嗆快下台 還有人高舉歌喉站的牌子抗議 但鏡頭轉到另一邊 主帥竟然來到了 凱達格蘭大道 即便在高雄 我們也決定 北上義無反顧的力挺他 選總統 任務我 我有沒有資格來參談 居住正義 有沒有 有 我38歲之前都是無可挖扭 我是被你們認定的 可以參加的 所以 我一定帶著跟大家一起 用選票 把他們換掉 好不好 好 人民的憤怒 政府聽到了嗎 我要告訴 其實有 不然他們不會在這兩個禮拜 推動那個囤房稅2.0 拜託蔡英文總統想一下 7年前 你給台灣人民的承諾是什麼 清廉勤政 愛鄉土 今天 還會有人把清廉勤政 跟民進黨畫上等號嗎 台上演講者 只要不是侯友宜 台下民眾熱情沸騰 就算是柯文哲手拿笑鈔 也不在乎 網路還流傳柯粉後援會 交戰守則 提醒每個段落都要歡呼 製造聲量給媒體拍 從現場觀察狀況 頗為吻合直到 後遺漢立院黨團簽下捍衛 居住正義才獲得 民眾掌聲 只是原本主辦單位規劃 柯文哲是第二個上台致詞者 卻突然變成壓軸 讓原本在台下想學習說話藝術的 選舉舞台 侯友宜 郭台銘 他竟然說 民進黨七年都沒有任何建樹 什麼都沒有 真的什麼都沒有嗎 看看台灣的GDP 超過日本 超過韓國 三萬五千多塊 想一下 633 你國民黨有做到嗎 都沒做到 也沒道歉 民進黨做到了 民進黨幫馬英九做到 現在是民進黨 馬上就用這個來回應 這個回應我覺得也蠻有道理的 等一下我們來賓會告訴大家 不過在這裡 這個遊行說叫做公平正義 不過馬上有這麼一個梗圖說 地主在哭泣 當選總統的話 地主會哭泣 為什麼 大家想一下 選總統 募資 還要募資 你看這個 選我選我 然後募資 跑 要怎麼拉他下來 然後當選總統 選總統司法正義 腦開2023 目前人數 一大堆大家都在假 這個時候 讓民進黨下台 侯友宜在這裡 講出來的時候 他說讓侯友宜 呵呵做事 他一講出來 倒戰一大堆 然後呢 最嗆的是這個 柯文哲也被嗆了 王婉瑜這時代力量 在現場 爆炎狂嗆柯文哲 他怎麼嗆呢 選民不是你的太監 更不是你的狗 跟中東警 跟國民黨的黑金地方勢力 站在一起 白色跟黑金的距離 沒有比藍綠更遠 你們這樣的方式 算什麼第三勢力 嗆誰 就是來嗆民眾黨 很多人說 嗆得好 我們再看看 批7月16號 集會淪為政治秀場 沒有正當性 張志豪講的 我們再看看 7月16號聯合報 這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吳敬儀 他說 他算了真人版的阿福與紀安 綠看戲罷了 他說 使運動的目的缺乏明確和可信 反而變成多人造勢的場合 然後呢 716遊行 成為柯文哲館長 黃國昌緊密合作的起點 指的 這就是民進黨的場子 對不起 民眾黨的場子 這是民眾黨的場子 信傳沒寫的 所以我們看看周伟航怎麼講 他說 柯會成為最大獲益者 但也在觀察會有多少人 民進黨的立委吳真說 柯當然會想把館長倉粉凝聚到灰下 那侯伴的發言人陳柏安說 這是一場以人民為主體的運動 不應附加過多的政黨標籤 不過附加了政黨標籤的是誰呢 不就是民眾黨 不就是柯文哲嗎 不就是黃國昌 大家都在問啊 不就是你們嗎 怎麼看 對 其實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到底多少人 警方是說二兩萬五千人 但是我們看到情況 第一個 很多人是拿著雨傘 雨傘下面就不可能佔人嗎 第二個我看到前面 其實是有空的 沒有到完全到肩併肩 肩貼肩 沒有 我覺得還是有空的 所以到底多少人 當然我也要講了 這麼熱的天氣 能有這麼多人 也不容易 我們也要給他們肯定 但是呢 跟過去的反紅眉相比 反服貌相比 我覺得差遠了 因為不到警服門就沒了 當初太陽花學院是到整個蔓延到整個中正經驗堂附近到台大醫院到羅斯福路到這個仁愛路都都擠滿人了 所以我覺得人數來講我覺得並沒有特別多了 再來就是我看到幾乎年輕人很多 大概都是二十歲到四十歲 特別我看到很多是二十歲到三十歲 到大學生打扮 因為我在大學教書 我一看就知道大概都是學生 但是都是男性 我看不到女生 男性大概大概八成左右 我覺得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因為太熱了 女生不容易出來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沒有女性票 因為我們說柯文哲大家說他是個直男嘛 什麼叫直男 講話很直接 不果彎莫小 但常常得罪人 不去考慮別人的感受 然後對女性不尊重 講一些就是甚至對女性歧視的話 所以柯文哲沒有女生票 那我不曉得這些挺他的人是不是也是直男 他們有共同性 所以女朋友不跟他一起來 只是有他自己來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是柯文哲的票 只是男生而沒有女性 而且我認為他的知識者 大部分都是居住在北部都會區的男生 年輕男生 那他沒有辦法到延伸到中南部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越往南部越沒票 他都在都會區 這跟韓粉不一樣 韓粉是中南部是有票 而且很多是中下階層 你看韓國瑜為什麼在高雄能夠當選 所以他的那個擴張性 是比柯文哲更大的 柯文哲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 甚至我認為很多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都跟柯文哲一樣 所以有這種精英主義 我看裡面今天來參加的人 大概都是大學以上教育程度 那就跟韓國瑜的知識者是 還有很多是農工商 普遍性來講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看到到他的天花板 有性別的天花板 也有區域的天花板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如果要靠這些 二三十歲的年輕的男生 或者直男來當選總統 我認為他看到這一幕他會緊張 因為你光看到這個是 而且這些年輕人 你看天氣今天這個侯友宜講完 因為侯友宜比柯文哲先講 侯友宜講完之後很多人就走掉了 這是他媽 是他媽在現場看到的 不願意聽柯文哲講就走了 對他們覺得太熱了 他們覺得很煩就走了 所以就變成說柯粉的黏著度 是不是到投票那天會撐下去 因為我們知道 在新的知識者是比較本土的 比較年紀稍微偏高一點 他們是當天我看哪怕是下雨 刮風颱風他們都去投 甚至下釘子他們都去投 但是柯文哲知識者年輕人 他可能隔天要去跟女朋友去玩 要打工他可能就不投了 所以這些人的投 其實我們就看立刻的民調 柯文哲的柯粉 他們是不是一定會去投票 他的比例都是遠遠低於賴清德的 就我覺得就看得出來 這些知識者 即便他今天來了 會不會到最後他看得到吃不到 票不一定看得出來 就是看叫好不叫做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 下面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東西 看到了柯文哲 他在未來選戰上的一個限制性 不過這麼熱的天氣肯出來 也都不容易了 這麼熱的天氣會出來 投票大概會出來 我現在初步的想法 對不對我不知道 因為熱會出來 冷就不一定會出來 不過反福報遊行 你看 怕死人 你看這麼多 密密麻麻 50萬人 反紅媒遊行 你看到這裡 你看全部 警服門根本都看不到在哪裡 全部根本都被包住了 公平正義的反民進黨遊行 這一場 你看警服門在這裡 就這麼一點點 所以有人說不會超過2萬個 頂多頂多2萬5千個人 不過也不少人了 所以怎麼來看呢 小棒 的確今天這麼熱 台北中午差不多35度 體感溫度要接近40度 在這麼熱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 上街頭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台灣民主社會 可愛的地方 那這個我覺得在今天這場遊行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科布林族的大會 那今天所謂的科布林族 就是柯文哲科粉的一個集中大會 今天馬上在下午的時候 網路上面就有一些梗圖出來了 這是第一張的梗圖 因為科布林族本來是白色的 那今天因為太陽很大 所以曬黑了怎麼辦 那這些的科布林族全部都曬黑了 那這個是第一張的梗圖 第二張的梗圖是你會發現說 在今天剛才其實范老師也提到了 說其實今天的男女的比例 剛剛范老師說是大概8比2 可是今天事實上很多到現場的人 大概是9比1 現場你如果拉近圖看的話 真的是年輕人 來看看這個圖就知道 這我們拉近的圖看 都是男生 青色男性 716凱盜遊行 順利落幕 黃國昌與館長自卸 警察估計大約不會超過兩萬五千人 對 那大概都是男生比較多 那這些男生在柯文哲上台的時候 哇 非常非常的興奮 但今天其實我們剛剛有講 今天這個時代力量的王婉裕 非常非常的有GOT 我覺得他可以說是今天在凱道 這場所謂定點集會的MVP 但是今天其實還是有非常多 值得讓大家真的是為他們鼓掌 今天到現場的朋友 我首先要跟大家來講 這位的女孩子 她今天到現場她舉著 她手上拿了一張A4的紙 柯文哲她的歧視女論 她就站在所有的男生 在支持柯文哲的前面 她拿著柯文哲歧視女生的言論 這一張A4的紙 她就在抗議柯文哲 然後我們再給各位看 這個事實上只有她一位嗎 沒有 我們是還看到另外好幾位 有人是寫的說柯文哲 年輕人不需要柯文哲 她說我不需要一位 會歧視我媽媽我妹妹 我同事朋友的人 然後來當我們的總統 另外一位也是說柯文哲歧視女性 現場或許真的有非常多 支持柯文哲的所謂科布林族 支持你們的科布林王 但是也有非常多 很有勇氣的年輕人 他們到達現場 他們就是要表達對於柯文哲的憤怒 對於柯文哲歧視女性的憤怒 對於柯文哲作為一個領導人 不管說是政黨的領導人 或者是一個城市的領導人 可是滿嘴的胡說八道 滿嘴對於其他族群的歧視 現在年輕人儘管有人在台下是支持你 但也有人是告訴你說我們是 我們是反對你的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場 真的是有意思 還有更精采的在後面會來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回到現場 坤英雄 從這一場遊行 跟民進黨的這個全代會 他比較一下 你在政治上觀察這麼久 事實上今天這個滿有趣的兩個對比 因為當然他有邀請民進黨 可是民進黨早就決定7月16日全代會 你故意在今天來辦這個活動 然後再去說要邀請人家 他說你不敢來 這個態度是什麼態度啊 他只是想要A一下啦 然後去找題目 然後去A民進黨一下 但是這個事情這樣講 這場 吳靜怡講的 吳靜怡以前我們也認識了 Grace那個做網路我們都很熟 Grace講的其實是很實際的 也就是說你這場活動的定位根本就不明 你要嘛是社會運動 要嘛你乾脆你就宣佈 我就是柯 柯P的造勢大會 或是我就是我的起手勢 那也比較好 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定位不明 把大家都左弄右來 然後結果呢 來了以後呢 那個被嗆的被嗆 被虛的被虛 這個你的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前面大家講什麼反紅媒也好 反服帽也好 或是什麼也好 他這個社會運動會成功 會召集那麼多人 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議題訴求 沒有 可是這一次完全沒有 對不對 這一次發起人自己就 就一大堆爭議 對一大堆 等一下我們會來討論他們的爭議 等一下再來討論嘛 然後就是說他的定位不明 然後一下居住爭議 一下又司法爭議 司法爭議又沒有什麼特殊事件 除了一個外衣間的這件事情以外 那所有的訴求其實都是模糊的 所以他能號召的沒有 他最後走走走走到後來就是科普 大動員 今天動員的主力就是科粉 然後很明顯一件事情 你看很奇怪 侯友宜要去 侯沒有動員他自己的人去 很明顯 郭也要去 郭也沒有動員科粉去 然後這個黃國昌 他只有那個什麼 車那個他以前的助理林玉凱 從高雄拉了一車我只知道這樣 黃國昌動員力量有多少我也不知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結果現在這個場子上面全都是科粉 你今天看到所謂的九層 跟民調上面九層男性 跟民調上面顯示科粉的支持度 男性遠遠大於女性 最少大十幾趴以上 那個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他那個結構就是那個樣子 混合的 對 混合的 所以今天上去那個場子 他就是科粉 好 那麼你再看他跟民進黨 這樣子對比的一個狀況 你看賴清德講的 你先不要講他好不好 但是賴清德講的話 他很穩定 他的結構跟層次感非常清楚 比如說我就是傳承小英 然後我的國家定位是什麼 我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他的邏輯跟結構是很清楚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 在那個凱道上的場子 其實在凱道上辦一個場子 是很不容易 不容易 那個你能把這些人 這麼大熱天找到凱道上來 那你要告訴大家什麼 然後你要帶領人家什麼 你要你想要做什麼 你要講清楚 結果不是他找了一堆 這支人物在上面 每個人講 每個人講 最後唯一共同點叫做反民進黨 你到底為什麼要反他 你要反他幹什麼 你是要訴求什麼兩岸和平 還是要去除正義 還是要訴求這個司法改革 還有什麼東西 你總是有個綜合的軸心 讓人家知道說 我今天來這邊曬太陽 是為什麼 那你那個為什麼沒有出來的時候 那個整個動力跟擴散力 就完全出不來 用一句以前在蔣介石蔣經國時代 對國軍廠長講的那八個字 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對不對 這個要講清楚 我們是為社會正義而戰 為了社會的公平 什麼 他這個公平正義是 最後都自己先垮台 連馬英九當年要起手勢 對不對 準備要 他也沒有說要準備要選 要離開政府的時候 他也寫一篇文章 向連戰 還是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對啊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要把它拉出來 可是你 他今天在凱道上面所講的 根本就所有人都沒有拉出來 這個題目 那就是一個最大的失敗 所以看到這麼一個遊行 要訴求是什麼 最後全部失交 最後變成說 原來是你們合起來 只是要反民進黨 反民進黨要講理由 可是講的理由是說 民進黨這七年多來 完全沒建樹 完全沒有建樹 沒有任何政績 完全沒有 可是隨便 我剛剛就隨便 網友講的 避診精說 GDP 633就贏你很多了 防疫了 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 Taiwan can help 很多國家 因為這樣子 台灣的國際地位提升 尤其最重要 GDP超過三萬五千五百塊美金 連韓國贏了 連日本都贏了 這多麼不容易啊 成幾何時可以這樣子 所以當大家在問這個時候 會這樣 是這個時候 對照全代會的主軸非常清楚 遊行的主軸是不清楚 所以人家就開始說 不然你們七個二三 你們的全代會 割在等 人家是這種氣勢 你們的氣勢呢 不會啊 我不擔心啦 723 這個前陣子 那個什麼 卓冠廷還爆料說 好像沒有什麼 安排總統參選獎 我跟你講那個是草案 每一次我們寄開會通知 給黨代表說 因為我自己也是黨代表 第一版的草案 它就寫得很龍 還在修正 怎麼可能讓總統候選人 不過 我還是覺得奇怪 哪有寄給黨代表 要請你來開會的 還有好幾個版本的 哪有這樣子的 因為寄那個開會通知書 要一點時間 大家還要回覆說 你要不要參加 所以通常第一都會很早 民進黨 我記得是從來不回覆你 要不要參加 寄給你就給你 沒有人 幾乎啦 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都會出席 我們黨代表兩千多個 因為還有海外的 所以說比較多 所以都會先調查 不過講回來就是說 全代會上面 我覺得侯友宜 像今天大家去這個場合 雖然我覺得今天這個 分兩個城市 今天這個遊行 第一個 它的利益本來應該是良善 無論你說司法改革 還是居住爭議的東西 應該是兩三 那後來呢 就是這個層次 因為黃國昌自己的一些爭議 然後搞到最後 這個每一個想選總統的人都去 然後大家可能覺得 好像焦點被模糊 但我覺得 我必須要給侯友宜一個肯定 為什麼 今天他即便知道去 這個場合應該是比較屬於 柯文哲的 應該是屬於民眾黨的場子 去了可能會被虛 他還是照上去啦 欸沒關係 反正我去媒體會報導 我講什麼 昨天他在臉書上面 已經談他這個 五大居住的政見了 然後今天他去 他要把司法改革的政見丟出來 那我覺得 也都可以 重點是我覺得柯文哲很好笑 為什麼我講柯文哲很好笑 柯文哲 剛剛在那邊嘴 他說什麼 這個民進黨是因為最近 被大家罵了 才開始推什麼 囤房稅2.0 柯文哲最沒講這個話 為什麼 他之前2015的時候他講什麼 他講說 亂打房台灣會完蛋 然後我幫大家複習一下 2014年那個時候台北市長 郝龍斌要卸任的時候 他修正了台北市的這個 囤房稅 他把他立法變成3.6% 結果柯文哲上任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他把他改回2% 那那個時候柯文哲還幫他講什麼 他說這個 建商蓋房子不是為了囤房 是為了避免房屋交易市場波動 過高的稅率不好 所以要給建商寬限期 所以把他改回2% 柯文哲你那邊 講囤房稅 那你的政見是什麼嗎 我覺得你要提出來 不是說好像想利用這個場子 幫你造勢 然後去攻擊民進黨就好 而且講真的 你動員來看起來也沒有多少人 所以可見柯文哲的支持度黏著度不高 這個是大家想要笑你的 像侯友寅今天去 雖然台下有人給他比到贈 可是我覺得沒差啊 侯市場在台上 臉書上面 他把他的相關政見都提出來很好 7月23號 全台會上面他一定會把完整的政見跟大家做報告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 我讓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他們一直在講全台的社宅 什麼興辦進度 社宅是內政部做的 我當內政部長我知道 我們在一開始講20萬戶的社會住宅 就已經講包括什麼包租貸款 我們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再來自行興建裡面 我們又講了什麼 我們講說自行興建的整個的標準是以絕標開工 你只要一絕標 投標絕標了以後就表示非蓋不可 因為你已經跟民眾跟營造廠建立了一個契約了嘛 所以國家一定要履約嘛 所以這個就表示one way一定會蓋 所以我們的計算標準就是用這個當標準 當時都講得很清楚 他們好像現在硬要把它轉成說 你到底完工幾件一直在講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故意扭轉的標準 然後來攻擊民進黨 這很不得力的 所以我在這裡 這個圖我就不再細講給大家看 所以小放簡單提一下說 其實今天他們的這個集會的攻擊的這一些 所謂的他要攻擊的政策都沒有 就是個反民進黨 我簡單來講 你光看這個經濟部給大家的這個數據 馬英九的這個八年 我們的經濟成長 在出口的部分成長只有九趴 蔡英文的這七年多塊八年 出口的部分成長是七十一趴 然後以年輕人來講 最關心的這個薪水的部分 這個蔡英文在這個基本工資的部分 從兩千零八現在到兩萬六千四百塊 兩萬零八到兩萬六千四百塊 增加了六千多塊 對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然後這個軍工就要調薪的部分 我們臺灣現在是調了百分之十一點四 漲了百分之十一點四 但你知道中國呢 中國現在是要減薪十五到二十五 所以這個是臺灣跟中國 我們在經濟上面 我們其實有這麼大的差別 你如果要去支持中國 你如果要投給這些人要支持福茂 臺灣的經濟就會變壞 休息一下我們馬上回到現場 我們看到了今天的遊行說 要公平正義 要土地正義 要居住正義 可是這一些提出要居住正義的人 似乎都不正義耶 看看侯友宜一百零三間套房 那郭台銘呢 郭台銘當然豪宅至少六間以上 還一大堆在海外的 聽說連castle都有了 城堡 在中國有多少的財產 然後再看看最重要的 黃國昌講得最大聲 結果現在自由時報又講了 他說國產署證實 黃國昌住家一整排都非法佔用國有地 這是2006年的狀況 2008年變成這樣子 大家看到了 變這樣子 然後呢 多了一層 這裡呢 這違建 然後這裡後面一整排佔國有地 所以黃昌翻出2019年打韓的記者會的畫面 他說國家的就是我家的 非法佔用國有地 竟然還拒絕賠償 他把韓國瑜罵得好大聲 哇 那這下子鬼槌變鬧槌 要怎麼辦呢 看個相關報導 前六黃公昌與網紅館長 在七六大遊行的前一晚 再度合體直播 號召民眾走上街頭 不過面對近期 戲子住家 涉嫌侵佔國有地的風波 黃公昌也承認了 解釋你為什麼欠佔國有土地 78年79年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蓋了一棟透天的房子 後面他們的確是有增建違建 那就是現在的所謂的寄存違建 三十幾年前的東西 大方坦承早期的確有違建 黃公昌被爆出老江透天錯 不但加蓋面積超過合法房屋一倍 且涉嫌佔佑國有山坡地保育區 面積達79平方公尺 國產署15號也證實 這幾道破壞國土 我們原則上都是尋民事的程序 去做一個台站的工作 會要求法院就是訴取那返還土地 不管是新北市政府或者財政部 我想依法行政是最後的一個基本原則 官員今天出面更強調 依照法律會要求黃國昌 需在一個月騰空返還 繳納違約金 不過黃國昌也反嗆 程序很有問題 你們連通知都沒有通知我 我們的國有財產署 是用發新聞稿的方式 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念法律的人 如果我們家的建築物 有越界建築的話 那法律上面 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抱怨歸抱怨 但黃國昌還是認災 說會乖乖缺罰款 不過是這樣子 因為照片都出來了 空照圖也都出來了 證據在這裡 那也只能說 按照法律規定處理 難道還凹得下去嗎 當然凹不下去 不過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這也是一個態度 在這裡要讓大家看 台北市大安區 用一億的房產 這是柯文哲 難道靠自己所買的房地產 無權談居住正義嗎 他就馬上這麼講了 這個人叫做郭台銘 身價75億美金 有大約是2250億新台幣 用六戶的信義戶幫 這是高級高級 再高級不過的豪宅了 我沒炒房 絕對有資格 他可以講這麼大聲 那今天站在那裡有年輕人 無力追之地 怎麼講呢 我們再看 文化大學有103間套房 出租每一個月一萬六 很小的房間 聽說才三四坪四五坪而已 一個月可以租到一萬六 假如以四坪來講 他一坪可以租四千塊 拜託的啦 台北市是哪裡 山上這種房子 有一坪租四千塊 要不是是學校 有辦法 一坪租四千塊 別說我聽 結果呢 他說什麼 選舉的奧布又來了 這是熱飯冷草 你也拜託 連陳語都用錯 人家是冷飯熱草 他是熱飯冷草 什麼時候我聽過冷草飯 我也聽到 就表示這個人 不怪 警大的學生寫個簡訊給我說 他覺得萌羞 這是他們警大的校長 這是警大的學生寫給我的簡訊 好再看 二十三坪土地的房產侵占國有地 他說依法該罰就罰 郭三署為何沒直接通知我 這很奇怪 你自己知道啊 難道還要通知你才知道嗎 所以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四七 要看這樣 的確啦 就是這幾個站在台上的人 他們的正當性都難免被人質疑 黃國昌最離譜的就是說 你自己違法耶 然後你又沒有通知我 你還奢言自己是念法律的 然後被逮到了之後才說 這個是越界建築 人家念建築系的就已經跑出來告訴你 這個不叫越界建築 你就是違法佔用國有地 這種就是你自己當賊 然後還要去指 越界建築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我是讀法律的啦 七百九十六條明法啦 越界建築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念明法的專家 然後還故意混淆說 我家這個叫做越界建築 就不是嘛 那所以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違法 然後還要在那邊狡辯的時候 難免人家就會質疑說 那你憑什麼站在台上 這有沒有 人家舉例就是 有沒有像李慶安 你明明雙重國籍 然後你跑去這個質詢別人 說你怎麼可以有雙重國籍 這個你自己都心不正嘛 那至於郭台銘今天很好玩喔 他說啊我這個38歲我才開始買房 你知道他一到現場 有很多年輕人都叫他爸爸 也就是說 希望有個副爸爸 對 不過我在這裡講一下 請問我如果成立一家公司 我有三億的財產 我用三億的財產成立一家公司 然後再用公司的三億財產去買房子 買的房子登記為公司的房子 所以房子是屬於公司的 我沒有一間房子 但是這個房子是我在住的 請問我有沒有房子 這不是好像郭台銘嗎 我沒有講郭台銘啦 但是我是問大家 這樣我算不算有房子 當然算啊 當然算啊 因為公司就是你的啊 然後只是 實質上有 對實質上是你在住的 因為我是最終受益人 對 因為你擁有這家公司 我們這邊還有個律師 我們的配分 而且配分是台大法律系 哈佛大學的法學措施 對 所以那當然就是你的嘛 那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說這些人 其實他們的正當性都打了折扣 然後呢 這些人其實都只是希望透過這一場 罵民進黨的大會 然後各自撈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已 只是說千算 這個這個 天 人算不如天算 我覺得每一個人 想要撈 可是都沒有撈成功 以侯友宜是最為經典 想要去撈政治利益 結果被人家虛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柯文哲 柯文哲 本來應該是壓軸演說 可是因為呢 侯友宜在前面 侯友宜講的時候 已經人走了一大半 所以他壓軸的時候呢 人已經只剩下 比最多的時候已經減半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撈到最豐富的政治利益 那再加上說 好 那所以你們要做什麼 民進黨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那你們在台上要告訴大家 你要做什麼 侯友宜有講 可是問題就在於 你侯友宜現在是新北市長 你在執政的時候 你可以做 可是你不做 然後突然一天說 啊我跟你講我要選總統 所以我要接下來要做一大堆 難免會被人質疑嘛 那柯文哲更可笑了 柯文哲他沒有說他要做什麼 他唯一的這個演講就是說 啊民進黨做很爛 就只是這樣 他永遠不會針對提出來的問題 提供解答 因為他不斷的在闡述那個問題 東繞西繞 啊民進黨很爛 民進黨很爛 民進黨很爛 有很多問題 可是柯文哲要怎麼做 不知道 所以怎麼看 你說這個囤房稅是最具體的吧 台北市的囤房稅 柯文哲是把他標準往下降 新北市是還在議會還沒審完 六都裡面唯一的 所以你侯有一對囤房 你的態度是什麼 大家覺得你太過消極嘛 那柯文哲感覺是 反而是對這些有土地的人 特別的友善 我覺得這是大家覺得很奇怪 他很積極 但是是積極的對地主 跟這些大企業友善 對 郭台銘有六戶新一戶 你告訴我 你有多少人要住六戶 你這個算不算囤房 而且這六戶到底多大戶 對多大戶 一戶是幾坪 我看喔 八十一百 應該是八十 應該是兩百的啦 一百二 才叫豪宅嘛 拜託啦 有的人是一個家三十坪 要幾十個人 十幾個人 對啊 你們都是幾個人啦 對啊 你有沒有需要住那麼多房子嘛 所以你說我沒有炒房 可是你那個必要性 大家就會質疑嘛 最後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現在就是兩手一攤 反正喔 該罰就罰啦 依法處理啦 不會逃避啦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 你黃國昌有沒有針對 你家的違建 有沒有針對你家的這個農地 變成是這個停車場 還收費 有沒有針對你佔用國土 說一句道歉 沒有 他沒有道歉 有沒有說個拍謝 對 同友也還會講拍謝 連拍謝都沒有 就最一樣啊 我就是孤傲啊 我就是你們要怎麼樣 怎麼怎麼樣 要罰就罰嗎 無所謂嘛 他對他為止好像都沒有道歉 沒有道歉啊 那你還 他不認為為止有錯 就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對嘛 就把責任一推嘛 推給政府 還罵到新北市啊 你們不努力啊 不是我不配合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你未來要當法務部長的人 你不能只談法律 你要談的是道德層次 因為你要當部長是政務官 所以我覺得最後就是這一場活動 今天這個七一六 誰最慘 當然就是侯友宜嘛 表示他根本沒有年輕票 年輕人已經受不了你了 覺得你講一些空話 昨天來談一個六項的這個 所謂的房屋計劃 大家都覺得空談嘛 所以你現在受不了 還有就是郭台銘在這個場合 還是受歡迎的喔 表示郭台銘跟柯文哲的票是怎麼 重疊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看 柯文哲看到郭台銘也蠻受歡迎的 我覺得他內心是擔心的 喔 所以柯文哲是擔心的 不過講個實在話 跟有錢人站在一起 一般人都會很興奮 我常常講一個笑話喔 跟學生講說 假如你可以請我們台灣的首富 吃一碗蚵仔麵線的話 你會不會很樂意請他 我當然很樂意請他 以後我就出去可以 碰到朋友就爽啊 就可以開始臭屁說 哇 人家哪一個 大好人我請他吃飯 你看看喔 這多拽 所以其實有時候 怎麼去講 跟有錢人站在一起 當然快樂嘛 這個一定的啊 跟郭台銘上一次去台東 前兩天去台東一樣嘛 對 我坐私人飛機來 馬上就啊 乾爹啊 對不對 那概念是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說郭台銘住多大 其實我說句公道話 有錢人他這輩子 自己拼出來那麼多錢 他住什麼豪宅 我沒意見 然後那個 可是大家期望的是說 你住那麼大一個地方 你能不能分一個廁所給我 分個廁所給你 他的廁所可能都比我家大 我補充一下 我剛才查了一下 信義富邦 他最小瓶數108瓶 最大瓶數233瓶 每一瓶近兩年來沒有成交 然後兩年前有成交 一瓶200萬 一瓶200萬 最少的瓶數是102瓶 108瓶 108瓶 最大的兩百多瓶 兩百三十三 難怪需要就是分一間廁所 分一間廁所 我很公平的講 我曾經在網路上 臉書上我貼了一個建議 說郭董如果今天要 要在這個居住正義上面得分的話 他其實可以這樣講 我鴻海鼓勵今年92億 五月左右的時候 流標了陸保場的案子 就就是那個陸保場 有大概多少 1.6公頃還是多少公頃 還是多少公頃的那個地 73億流標 那個原來就是要蓋社會住宅 原來那個計畫就要發出去 結果地上捲要蓋那個住宅 我郭董我豪氣點 我今年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鼓勵 我拿出來 我就在那邊蓋一萬戶 我郭董成立公司自己管理 然後現場所有的人 來到旁邊 然後去給我登記 每個人都可以抽 我抽一萬戶 那個社會住宅 好不好 好 組織也有 他一年就賺一百多億 單單這個鼓勵就九十幾億 對 然後 他如果你真心要做的話 你大可以這樣子 我就是有錢 我有錢做善事 他跟那個洛克菲勒 後來的概念一樣 我是全國首富對不對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幹給我 我錢還是照賺 但是我開始 開始做善事 做善事 好 你可以啊 這樣子馬上就贏得了 像郭台銘這個 做善事 可是 另外的就是黃國昌 那 可是沒有了 剛剛他講說他沒有道歉 沒有 我跟你講 郭台銘沒有這個氣魄 黃國昌沒有道歉 黃國昌現在的狀況 已經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 這句話不太好聽 他現在的狀態就是兩手 那是我爸的事 那是 那個我都不知道那塊地是怎樣 那個 他完全不承認這件事情 跟他有任何的關係 那他這種擺爛的態度 其實是很麻煩的 另外一個很麻煩的 叫做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講話 那個什麼 熱飯冷嘲 熱飯冷嘲 我告訴你 你不要小看這四個字 他這樣子的用語的狀況 跟當年那個什麼基隆市長 那幾個什麼賣豬肉的那個市長 那個狀況 上臺講話 跟消防局講話 我們基隆的消防犬全台灣第一 所以我就說奇怪 我們基隆哪有消防犬 結果消防栓的栓 他不會唸 有邊唸邊變成消防犬 然後就用台灣國語的消防犬 禁議會辯護 他說我們這個案子 現在已經石落水出 大象真白 他想了很久 我跟你講那個顛倒用語 很可怕 所以一說話就落出破釘 對 對 他的國文造職 國文造職很高 他不知道要叫做破綻 跟造譯 有邊唸邊 沒邊唸中間 國文造職很高 一說話就落出破釘 拜託 你也不懂 你問一下那個中破塞 怎麼樣可以熱飯冷嘲 掃給我看 吵就有火 就不可能冷 所以我覺得這次總統大學 我覺得最可憐的是 警大的這些學生 難怪 您會說到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要考警大 很難 我跟你講 警大是等於台青椒 對啊 我對警大的學生 我覺得素大拇指 他們都是台青椒的水族 素質都非常好 因為家裡的 有的是因為家裡窮 有的是因為他 滿懷他的志願 其實警大學生一流的 其實這十幾年來 警大的學生素質都非常高 一流的 所以他們看到他們的老校長 他們的代表侯友宜 既然素質這樣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很可 有苦說不出 要不然叫他不要選 對不對 好 國文造詣跟說話落出 破定 破戰 破戰 不要講破定 跟造質很高 會用笑 但是也許 類似的情形 竟然發生了 那怎麼辦呢 休息一下 回到現場 所以看到了戲指透天錯 設佔國有地 黃國昌認了違建說 該罰就罰 還酸國產署沒有公文 就認定他家佔國有地 可是他自己又承認說 蓋了三十二年的老家 我連一紙公文都沒收到 然後他說 違法處理不會逃避 我貼文貼了一堆 網友留言 監督別人很容易 自己被監督就拖拖拉拉 錯了就面對嘛 一馬歸一馬 該面對的 還是要自己出來扛 所以找黃國昌接法務部長 誒 柯文哲開始切割了 不一定啦 違建爭議 叫他大家去回應 我柯文哲不在意了 所以郭台銘說 我不逃房 我不靠房地產賺錢 當然有資格談居住正義 館長肌肉行難 換掉挑票政府 不回應是否要獨立參選 他也不回應 我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 郭台銘透露個人資產 在這一國最多 我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 都是鴻海投資的廠房資產 其實資產最多 是在歐洲的這一國 哪裡捷克 郭台銘說兩岸開打 我私人飛機 改軍用送物資給前線 告訴你了 兩岸真的開打 就徵召你的飛機 來當作軍用了 也不必你自己送了 通通可以徵召 國家總動員就可以徵召 我的問題是說 你敢說你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 我覺得這一句話 真的是太離譜了 請問鴻海的資產 算不算你的資產 鴻海如果有100萬的資產在那裡 你占有37.8的股份 那你就有37萬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在那邊沒資產 聽不下去 所以佩分 靠這個 站在法律立場 這樣可以講說他沒資產嗎 當然不行啊 我覺得郭台銘他就是睜眼說瞎話嘛 那其實今天716這整場大遊行 每一個都是睜眼說瞎話 而且是各懷鬼胎啦 所以就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 難怪說之前一開始雷聲大 後來發現雨點小嘛 在這個遊行之前呢 他整個聲量暴跌 只有超過六成人認為說 這個遊行毫無正當性 我們剛才看到黃國昌怎麼樣 他現在呢完全因為已經 這個違法違賤的事實已經擺在那裡 所以他直接乾脆耍流氓 作為一個法律系的教授 他可以講出這樣子的 毫無任何法學常識 而且呢就是跟法律對著幹的話 然後呢再看到這個侯友宜啦 侯友宜他是一個今天大熱天 可是我看他是完全被 就是動死在台上是啊 就是說因為他講話啊 基本上就是也沒內容 然後呢自己這個文大的宿舍爭議 你一個月租給大學生這個套房 隔間的套房一個月租一萬六 然後呢你好意思在那裡 自己作為新北市長 在那裡說的頭頭是道 但是什麼事情該做的 都沒有做 然後再來呢又是柯文哲 柯文哲我們剛才就看到 他在大岸區就有這個一億的豪宅嘛 而且呢他也是 柯文哲也是一個切割王嘛 他前不久還不是說 要給黃國昌做個法務部長 現在黃國昌有這爭議意義來 他馬上就切割了 所以其實也看得出來說 柯文哲他是一個擅長的保全自己 反正任何人呢就千錯萬錯 都不會是他的錯 你看前不久這個林真宇幫著他道歉 這個北流的太監說 他馬上說你這是在墊高自己 現在黃國昌呢就被查出來之後呢 他馬上說這好像他也還要 再考慮這個法務部長的事情 所以這個716的流行 從一開始就毫無任何正當性 那今天呢其實也不只是政治秀場 我覺得它是一個政治鬧劇 整場而言呢看不到任何的訴求 你說居住正義重不重要 重要啊可是這四個人這五個人這幾個人 他們有任何人是在意居住正義的嗎 沒有啊我覺得就是為什麼 今天這個大遊行淪為一個笑話了 最近年其實他說我在中國沒有任何資產 資產啊都是鴻海投資的廠房資產 都是鴻海的就像我剛剛講過嘛 我投資了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去買了房子 我說我都沒有房子 我什麼都沒有都是這家公司的 可是這家公司不就是你的嗎 是你在控制的嗎 最終的受益人不就是你嗎 所以怎麼會這樣子講 民眾如果真的買單 你們國民黨真的買單的話 國民黨有用笑話嗎 我覺得不錯啊 郭台銘現在這個口才跟腦袋 動得比較快啊對不對 他現在開始可以玩文字遊戲 這個算不算詭辯 他說我名下沒有啊對不對 是鴻海的啊 他開始會玩這個文字遊戲 但是他口才進步 股票不是你鴻海就是 要給他一點肯定 那我講真的啦 郭台銘提這種東西 你包含說什麼 兩岸開打 我私人飛機改成軍用 講這些話 就是那個場合講 好像大家聽得很開心很爽 昨天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臉書上面開玩笑 他就在嘴郭台銘 他說郭台銘要當總統很簡單啊 他就明天他如果要宣布選總統 他就說我就宣布 醫美就納入健保 然後滿30歲的國民 每年提供兩次這個什麼 鳳凰電波這樣 一定當選總統這樣子 就說你支票可以隨便讓開嘛 可是問題是大家看的不是 就是只有這樣 你隨便說你中國這個沒有資產 跟大家的理解是相同的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 不是啦 鴻海的資產算不算他的啦 他有百分之多少的股票 就有百分之多少的鴻海的資產嗎 他在講什麼啊 所以今天包含郭台銘也是 然後柯文哲也是 黃國昌也是 更不用講這個黃國昌 黃國昌很好笑耶 他過去都用那個高標 高到的標準要求人家 我就舉例喔 如果是這個八年前的黃國昌 面對今天某某人 在戲子 土地這樣侵占國有地 然後違建 黃國昌會幹什麼事 太厲害了 馬上出來罵啦對不對 什麼 然後呢 就這樣子就算了嗎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對不對 他應該會這樣子喊 你都不知道嗎 如果 我都不知道嗎 我還真的不知道 每一年講地價稅的時候 不好意思 沒有這一塊地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講 他應該要學學岩寬恆 怪手開了 自己去拆了 他一定會 對八年前的黃國昌 一定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岩寬恆 比黃國昌有guards喔 你意思是這樣子 我岩寬恆 比他有guards多啊對不對 岩寬恆自己還講 我還自己去拆 黃國昌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你輕輕 對不對 輕輕放下 你變對自己的時候是這樣 你過去怎麼這樣對別人 怪不得柯文哲馬上變成傷員嘛 次元刀拿出來 不好意思那個 法務部長喔 這個不一定啦 我們再看看這樣子 黃國昌他可能要覺得心情不好 所以說 我覺得今天這個都很值得討論 剛才范老師在講說 今天最慘的是侯文哲 我倒覺得今天 最慘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覺得心裡很不適之味 為什麼 因為去侯文哲至少還有提政見 臉書上也有提 那個場本來應該就是柯文哲的場 侯文哲在那邊 被他的科本序很正常 問題是柯文哲待到四點多 大家知道 他後來四點半才上台 然後柯文哲表定本來 我記得好像是三點半要上台的 那個時間點發生了一件事 大家如果有加柯文哲的Line App的話 大家去看 柯文哲那個時候還發了一個Line App 大概三點半左右 三點多的時候 他發說 這個就是動員大家趕快去現場 可能是那個時候回報 我記得好像那個時候才講說 警察局才說可能五千多八千多人 柯文哲想說 哇糟糕了 不妙人太少了 我不能去現場 所以先讓郭台銘上台 先讓侯友宜上台 我壓到四點多 可能比較不熱的時候 動員的人來了 我在上台 結果一上台 看起來反應也沒有多好 很多人還是等不到柯文哲 或者是不想等柯文哲就走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今天最慘的應該是柯文哲才對 應該是柯文哲 真的嗎小放 柯文哲嗎 簡單來講一下 最慘的是誰 我覺得是侯友宜 因為可能對靖妍來講的話 靖妍說不出侯友宜 因為靖妍不為難他 但我覺得真的是柯文哲 其實也沒有討到任何的便宜 因為你要曉得 在今天這麼熱的一個場合 老實講真的 就算動出一萬人來講 我覺得都是不容易 但這一萬人 就算都是柯文哲的票 好了 柯文哲靠這一萬人的票 他就能夠當選嗎 恐怕也不會吧 但是今天這場 會讓人家看到說 原來民眾黨就是這樣子 而且柯文哲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或者是今天站在台上 他其實沒有把他應該要跟 整個台灣的社會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他想要表達的 卻沒有好好的表達 我覺得這個是 他只會攻擊 蔡英文的政府 提出一些這個厭女 然後提出一些不實的指控 我覺得這對柯文哲來講 並沒有任何的幫助 其實提出的問題 你就要提出解決制道 一般老百姓 你可以只提出問題 來質疑政府 一般人可以 你們這幾個人都不可以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們是要競選總統 你們要選總統 就要替民眾解決問題 結果你只會提問題 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法 那你們有資格 當總統候選人嗎 一般民眾要問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其實 集不及格 觀眾朋友 自有一把尺在心中 休息一下回到現場 到底所謂的侯友宜 那跟這個柯文哲兩個人 有沒有和的可能性 還有郭台銘有沒有可能 跟柯文哲和的可能性 這個和大家都在看 所以今天又有一些新的出來說 與柯文哲同桌 要敦促啊催促啊 要藍白河 宣明志的兒子說 侯友宜啊被朱立倫給騙啊 哇這下子公王朱立倫 宣明志的兒子 宣長有代付出場 表示宣董支持藍白河 白藍河 卻直言新北市長侯友宜 被某些人騙了 他老闆啊 朱老闆啊 這指朱立倫 那如何看待 宣明志在題的主張說 藍白河或白藍河呢 柯文哲怎麼講 都說這不可以 那不可以 是叫我自己叉叉的意思嗎 這個叉叉當然 等一下我們相關的協會 也會講說不可以講這個話 然後再來 侯友宜怎麼講 將焦慮轉換成為力量 一起往前走 不管是藍白河白藍河 這有意思看個相關報導來 這一次代表國民黨參選 2024總統 民調支持度不如預期 名次穩坐老山 這讓提倡藍白河的 聯電榮譽副董 薛明志兒子直言 侯友宜被黨主席朱立倫騙了 侯市長是OK啦 他應該是大概就是 被某些人騙了 被騙的就是 就是他老闆啊 朱老闆 朱老闆 有被騙的感覺嗎 面對所有的外面的 所有的雜音 我們團結一次 好口是對外 希望的是我們焦慮者 要轉化成我們支持的力量 大家把焦慮化為力量 把炮口對外 藍營只要分裂 還是輸給民進黨 只有一條路 就是團結一致 這藍白河老實講 已經講了大概 我看都超過半年了 第一點誰代表藍 第二 到底要談什麼 每天都看到 他說藍白河 然後另外看這邊 要把我拚過 要什麼無條件投降 還有什麼 什麼柯侯佩不可能 你們都說這個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 一直叫我們致敬的意思 開槍國民黨別再放話 柯文哲陣營擺高姿態 做看藍營內部整合問題 君兄 你這樣看這麼多 到底會不會合啦 白藍合 藍白合 經過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那個遊行以後 應該就不會合了 怎麼說 你看今天下午那個場子 侯友宜上去 大家就虛他 柯粉就虛他 那代表什麼意思 你現在就算是 侯友宜把柯P拉過去了 柯P答應跟侯友宜合 你覺得下面的柯粉會買單嗎 不會嘛 當場就散了嘛 你只有拉到柯文哲一票 或是他旁邊擠票 下面都沒有了嗎 我這樣子講一個 一個狀況 下面都沒有了 這個怪怪的 欲戀神功必先至功 自盡 不必至功也能成功 然後我就講一個國慶河的例子 國慶河的時候 對 我們親民黨的時候 上面 親民黨高層 決定跟國民黨合 2004年 當天 宣布了當天 在那個什麼什麼 福華文教機構發表外言書 然後宣布贊成 你引起了我的回憶 對 然後那個 那個 那一天 我在門口 會長外面的門口 就一票人 就這樣 跑出來 包括記者 還有我們的支持者 出來就看著我就 就 就開罵說 我請宋先生 是要他選總統了 不是要他當副總統了 從此之後 就沒有看過這個人 真的 就是他還是支持我們 但是就變得很淡 他原來是鐵桿 然後他就 他就愛理不理了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 大家都把那個什麼 一加一等於二 一加一大二一二 太神話了 那根本沒有那麼 什麼上面一個決定 下面就一定 一定一定遵從了 我告訴你 現在講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合 那個被合的 就是整合整合嘛 都是先整死 然後再跟你合 再整死再合 整死裝合嘛 然後整的那個 被整的那一個部分 最少大概一半的人 就會不見 真的 有那麼大比例 一加一絕對不會等於二 一定會小 假如整合的過程 稍微好一點 稍微理性一點 或是大家那個 Smooth一點 那個大家都心甘情願 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也不會百分之百 你大概 大概能夠整合到三分之二 很很強了 那個 所以大家不要去想像這種東西 而且經過今天這個狀況下 你就很清楚科本不會接受侯友宜 對 勉強認郭董當乾爹 然後這個這個狀況 大概說要藍白合 然後侯友宜又不夠強的狀況下面 基本上沒有機率 你藍就已經弱成這個樣子了 那我為什麼白要去跟藍合呢 我去拖郵平幹嘛 對 所以兩邊的機率 合的機率我覺得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看看 事實上 藍白合就能夠打敗民進黨嗎 或者白藍合就能夠打敗民進黨嗎 藍白合 那白的變富的 請問柯文哲甘心嗎 他現在民調第二名 如果是白藍合藍的 那變成富的 那國民黨就結束了就沒了 國民黨不太可能吧 對 所以小立元心性他說 並非單純的一加一等於二 這一個問題而已 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 支持柯文哲的年輕人其實不喜歡國民黨 因此若真的實現藍白合 這些選票有可能會棄票 宋楚瑜過去與國民黨結盟的前居易之見 柯文哲深知這一點 所以啊 這個要合幾乎不可能 所以可能最後就是這三個人 頂多加上一個郭台銘獨立參選 所以在這裡來講的話 欸 士忌 是 的確太困難了啦 就是說你從政治現實的操作面來看 不太可能在總統跟副總統當中 藍白有合的可能性 因為誰都不可能當那個副的 現在柯文哲的民調是高的 他更不可能覺得 他主觀或許期待是白藍合 那所以藍有沒有可能去當副的 那如果藍的 藍可不可能當副的 來 先請靖元回答一下 藍可不可能當副的 不可能啦 對嘛 不可能啦 對 所以當 就算當 願意當副的話 那小雞怎麼辦 那藍的小雞 該怎麼辦 所以每一個政黨都需要一個 大尾的當作那個頭嘛 才會往前衝啊 所以藍白不太可能合 再加上支持者是互斥的 然後呢 如果是郭台銘跟柯文哲 有沒有可能合呢 他們兩邊又是高度重疊的 所以他們也 1加1也會小於2 所以藍白也會1加1小於2 柯 鍋 1加1也會小於2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太困難 困難 實際操作沒有辦法達成 靖元 你認為也真的困難嗎 我覺得當然啦 白藍合不可能 就是說白正藍腹不可能 因為白藍聽起來就不好聽嘛 所以 我要講的是 因為像國民黨 我們主要 你看區域提了那麼多區域立委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一定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母親 當副手有可能嘛 然後反而變成 民眾黨區域立委根本找不到人 然後他們的候選人當政的 這不可能嘛 而且國民黨如果當副的話 我可以斷連啦 國民黨就再見了 抱起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對 不是只有短期內的問題 短期內你說 好像這個什麼 為了2024政黨輪替 什麼事都可以做 這不是只有2024這樣輪替的問題 我們當然希望2024可以政黨輪替 問題是 國民黨有沒有辦法繼續永續 確實就像這個部長講啦 2024 好 那我們讓柯文哲選政 我們跟他搭配 不好意思 那以後他當選之後 他說不好意思啊 那個要當 要入閣的 全部加入民眾黨 所有國民黨都跑去當國 國民黨就沒了 所以說 我要講這個實際上是 當然最重要 我們必須要先講好自己 我們自己要變得夠強 但是現在大家會有這個討論就是說 我們還不夠強 那也回到剛剛我講 為什麼柯文哲現在可以這樣子做 今天他看到這個場合 他應該要最難過是說 他到那個場合去 郭台銘去了 反而柯粉還會幫郭台銘喊加油 所以柯文哲現在更緊張 他想說欸天啊 萬一郭台銘現在真的要選的話 糟糕了 我的選民是會被他吃掉的 所以柯文哲應該是這個如作成戰 所以如果搭在等喔 休息一下回到現場 小方 政治不是單純的數學問題啦 對啊 我覺得這個白藍核或藍白核 真的是已經沒有機會了 這個小令元欣欣老師 他所說的真的是沒有錯 因為經過今天下午的這場遊行 因為你看到 當侯友宜在台上的時候 台下其實是反應 他講什麼什麼 講一大堆 他在批評民進黨的時候 下面是沒反應的 然後他一講到什麼 他要講好好做事 下面全部都是在比倒贊 但我覺得我為什麼剛剛說 柯文哲其實也沒討到好處的原因是 柯文哲如果今天在太陽最大的時候 在下午的兩點多 他人就到現場 那陪著大家都曬太陽 因為現場其實到最多的 其實是柯粉 那現場一定這些的柯粉 會廣為宣傳 師父到了現場 師父都陪大家曬太陽 那柯粉真的是會對於柯文哲來講 死心塌地 可是他就是便宜行事 他就是想要去蹭 就覺得說先讓你們先上台 結果沒想到在侯友宜之後 侯友宜上台以後 下面走了一大堆人 他再上台 反倒是他沒有討到了便宜 所以我覺得這柯文哲真是 機關算盡 然後反倒真的是 讓他自己沒討到好處 機關算盡誤了柯柯性命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薛明志的兒子 叫薛常勇 我是不太認識他 但是他講這個話很乖 他說是侯友宜被朱玉人騙了 對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被騙的應該是郭台銘 五月十七號 國民黨中常會 前一天 郭台銘還以為自己八成 被國民黨提名 還為了這個 還不敢開啟捨會 怕太刺激侯友宜 他認為侯友宜很輸了 結果完全被騙了 所以我們看到 被騙的是郭台銘 怎麼現在變成侯友宜呢 或者是說現在 我是不曉得 或者是說 這個朱玉倫提名 這個侯友宜 也是一個陰險 是什麼 到時候把他換掉 換成朱玉倫上 所以說你現在是候選人 到你被換掉之後 你又被朱玉倫騙了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我不曉得這句話的 邏輯在哪裡 被騙的已經看到 七月二十三以後的被騙 對 這麼厲害 就是說你現在的民調這麼低 你已經達到被洪秀柱 換洪秀柱的標準了 你還選得下去嗎 到之後 你就算過了全代會 你撐到八月 撐到九月撐得下去嗎 因為你被換的這種懷疑 一直存在嗎 那我問你 金主敢捐錢給洪啊 我另外有一個解 對啊 另外一個解讀 大家看看就是說 其實宣明志一樣是科技界的 照理講他應該支持阿明啊 對不對 可是他是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從這裡來講阿明啊 在企業界是不是因為 他的人和不夠好 有人今天這麼來告訴我 我不知道對還是不對 君主張對不對 那個現在的這個 好不好都是一回事 很多人在每個界裡面 都恩恩怨怨很多 而且大家現在 你看他跟廣達林百里 以前那個怨怨有多少對不對 他一直在想上面的幾個人 談一談就把事情搞定 沒有這回事 現在每一個藍營候選人 都在練習新大 沒有跟你談的 柯文哲也沒有要跟國民黨談 他直接把你的人吸過來就好 郭台銘也沒有想要跟柯文哲談 我能談就談 不能談 我就把你的 細心大法要不是要牽著手 才能細心嗎 不用 他現在那個 那個只要一推 服眾 那個那個叫什麼 什麼派的那個 服眾一出來 對每天新宿老先 然後法力無邊 這樣子喊 他拒了很多以後 就把其他人通通都吸過來了 人家他們現在玩的細心大法 都是這種玩法 所以現在都在 白的在拉藍的票 藍的在鞏固自己的票 然後在那邊玩細心大法 侯友宜的問題是 他法力無邊實在太弱了 生意太微弱 所以就被人家吸 他自己搶起來 他就可以去吸別人 現在三方在玩的 其實就是細心大法 吸來吸去 看誰最後誰吸得多 誰能夠鞏固自己的多 對對對 這個有意思 不過看起來 為什麼科技界好像 反而沒有支持郭台銘 這倒是很奇怪 可能他以前 性格太過驍慶